歡迎收聽日公佩信 哇塞好小 日本那邊幾乎全國都變白了 台灣也有些地方 宜蘭拉山也都變白了 喔對對對 真的好冷 好冷 對啊 歡迎收聽日公佩信 歡迎收聽日公佩信 第141集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的一年錄音的這一天 其實我們有提早一天錄對不對 後來決定提早一天錄 就看到哇塞日本那邊 幾乎全國都變白色了吧 對 那也蠻猛的喔 好像 因為關西也都下雪 關西 什麼久之後是不是也有下 對好像都有下 都有下 比如看到那個關西 你說那個我早上刷手機的時候 看到那個什麼 清水寺 整個都白的 全部都白色的 還有他們那種金閣寺也是 金閣寺 上面都白的 那個好像也算一個什麼 他們叫什麼奇景 就是如果京都有下雪的話 金閣寺會很漂亮 對 因為金箔的寺 金色的寺上面有白色的雪 對 也很漂亮 我看到熊本縣也下了 熊本縣就九州這邊了 對啊 幾乎全倒 大概沖繩沒下而已了吧 應該只有 沖繩應該還沒看到新聞 沖繩以外的大概都下了 而且那個啊 有一些像留學生就有跟我聊天說 那個 因為他家他是在兵庫念書 兵庫縣 然後他要 關西 他回家的時候要從電車站騎腳踏車到家裡 大概30分鐘 騎了30分鐘 他說對 平常大概 可能15-20吧 但今天騎了30分鐘 不敢騎太快 沒辦法騎太快 沒辦法騎太快 他說打這個雪再加上30分鐘腳踏車 他說地獄 我沒辦法騎太快 因為剛下是不是 其實 而且對台灣人來講 就是你不習慣在 雪面上騎腳踏車的 那真的很難騎 雪面喔 就是剛下雪的地方 剛下雪應該很難騎 因為很滑吧 應該還不是滑 就是會很緊 因為雪比較鬆軟 你輪胎要過的時候會 你要比較出力 對 你說的滑那個是 因為可能下一段時間了 有沒有 大家踩 雪被踩的硬了 所以一開始是難騎 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後面那一段就是你剛講的 因為變滑了 變滑了 因為在我記得那一年 他們招謊視野都一直會宣導 就是請大家 那個時期不要騎腳踏車 因為你很容易會一路滑下去 發生危險 但是我們還是會看到猛的 孩子騎 經驗十足的雜晃人 他們造騎腳踏車 造騎很厲害 我有看過高中女生 照穿短裙 這個真的很強 強 你會看到她那個膝蓋那邊 我記得我那一次 有一次在星系下雪的時候 第一個是那個雪真的很痛苦 那個雪 我以為雪會飄飄的 不是那個剛下的時候不是飄的 要看狀況 看什麼雪 打到臉子會痛的那種 很大一刻的那種 你那個是還不夠冷 對 他還沒到雪的程度 像那個什麼 施樂冰的程度 施樂冰的程度很大一刻 施樂冰打下來 那就痛 然後 那時候我記得我就穿靴子 因為沒辦法 一般鞋子這樣就會滑 就看到一堆 他們高中生就是穿著普通的鞋子 他們就穿著普通鞋子 要走路 每年都要過雪國生活的人 就看到臺灣去的小朋友 就在那邊溜冰了 你在那邊溜冰 我那時候也是偶爾就會滑一下 所以後來那段期間走路都很小步 步伐很小 不敢太大 不敢太快 我剛講的是高中女生不是穿短裙有沒有 他頂多就是像泡泡襪這樣而已 泡泡襪 然後短裙 所以他大概膝蓋上下附近 其實都還是會露出來對不對 你就可以看到 你明明就忍到皮膚都已經紅了 你知道嗎 他還是照樣 穿短裙 厲害 這也是很厲害 他們那個 就是每年都要過一段冬天 那種下雪生活的人 他們習慣了 在我們的眼裡是覺得不可思議 哇塞 好猛喔 都不怕冷 可是他們那又很妙 室外很冷 沒錯 室內又很熱 因為開很多暖氣 暖氣大概都至少開到24度油 低下天 低沉澱還降下 對所以你看常 譬如說疫情前那個什麼 北海道團什麼什麼的 常常那些導遊都會 一直要提醒大家要什麼 洋蔥式穿法 就是可以 進室內可以脫的 好脫的 而且你不要穿的不好脫的 然後你只脫了外套 可是你可能還有毛衣 還有什麼加熱衣 還有什麼 你會在室內會熱到受不了 熱到流汗都會有 中暑 會有 會有 在室內中暑之類的 對啊 我們以前那時候還好笑的 那些 那個 中國大陸的同學 因為同一班裡面也有 中國大陸的同學 他有時候 你腳踩啊踩啊 其實鞋子很容易濕掉 所以襪子也會跟著濕掉 因為室內不都有暖氣機 教室都有 他們都會把襪子脫下來 放在暖氣機前面 紅 那偶爾就 味道怪怪的 有魷魚的味道 大家紅襪子 魚啊 魷魚啊 或者是真的魚 鹹魚 鹹魚的味道之類的這樣 很好笑的事情也很多這樣 好來 進行這一週的新聞 後來吐年的第一集 第一個來聊聊 吉田灰心 吉田灰心 前一陣子好像新聞也稍微比較少一點 然後 後來知道他去自主訓練 而且是跟隨著日本行大 討教一些頭球的技巧 比如說報道裡面寫 他其實比較著重的是 頭球動作 在做的時候 這些骨關節的運用方法 他想去 因為他可能覺得 我覺得他是覺得身材 那基本上身材跟他沒有差很多 身型身材身高 差不了太多 那跟神拜討教一些 骨關節怎麼運用 體重移動 下盤都比較壯 對有點類似 但吉田灰心是 最近這一兩年開始 要把自己的下盤弄得更厚實更壯 哲本大師從大學來的時候 其實大概就已經有那個樣子了 那比如說 學了之後 吉田灰心自己覺得 他覺得在遠投的時候 把球投遠的時候 整個動作看起來更有那個樣子了 他覺得比他之前自己還沒有去討教的時候 比如說投遠的時候 自己想要投到哪裡 那些球基本上都可以投得到 大概比較可以隨心所欲控制 利用那個體重移動 骨關節的運用 來引導自己的投球 另外的話 他覺得今年的目標 他覺得第一個是想要早一點 在先發的位置上拿到一勝 當然更理想的狀況 是希望可以拿到兩位數的勝利 但哲本對他當然也有一點點激勵的感覺 就是說你都來學了 你目標是不是就是要想辦法兩位數勝投 他當然吉田灰心覺得說 不敢一開始就擺那麼高 至少先發的位置先拿一勝 因為畢竟吉田灰心他還要面臨的問題是 球隊到底要不要給他先發 對 你如果被定位在中繼 你想要先發哪一勝 很難 你可能還要挨半天 要求半天 那可能你才會又得到一個機會這樣而已 所以他心裡面應該這個看得出來很明顯 你還是想要去先發 想要先發 可是劍山想不想 劍山是怎麼想 心狀怎麼想 心狀怎麼想 這個更大的難題在那邊 山在那邊 如果你真的想要先發 那邊你要想辦法說服 或是證明你行 可以讓你先發 證明你行這樣 那日本媒體也有整理一下 過去幾年吉田灰心的自主訓練的情況 譬如說19年他是新人 所以要參加那個在二軍的新人聯合自主訓練 對 譬如說第一天的時候就聚集了 700多人的粉絲 還有 34家報社 那個日本媒體總共大概有34家來 出動83人 等於一家有的都出到不止一個人 這樣為了來採訪他 那2020年的時候他還是在 二軍的球場自主訓練 那34是否包含台灣的Yahoo 那83是包含我們 為什麼 我們在 有嗎我們哪有去二軍 我們還沒有去新 搞錯了 我們是去衝生 我們去正式開始的 我們沒有去二軍 對 我們是去春訓 對 2020年是一樣 剛剛講還是在二軍 對 然後那個時候比較著重在 想要把自己的職球 訓練的更好 所以有透過一些影像 來學藤川球兒的火之直球 那2021年的時候 他是在春訓前提早一些時間 去鳴護 對直接到春訓的場地 鳴護去自主訓練 那2022年去年的話 一樣跟2021年一樣 也是提早一些時間 就去沖繩自主訓練 這一年是不是有那個 就是那首節目應該有提 就是他在那個探索 自主訓練的情況的用意就是在 他過去四年其實都 沒有特別找誰一起去的 對 就是自己在那邊練 對不對 那這一次去拜 整本昂大維斯 是他第一次在修賽季的時候 找了一個 對去找了一個神拜 去拜人家當師父 自己去當徒弟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今年修賽季其實好像也蠻多 日本或者選手都出去拜師 出去拜師 拜到美國去的也有 然後那個什麼秋山響舞 拜去那邊的也有 然後像親共還是去拜劉鐵嗎 對啊 很多很多都原來有在拜的 都還是有去拜 但是有一些新的開始去拜 新的師父這樣 好再來下一個新聞 新同學栽藤有貴栽的新聞 他當然這一陣子是在二軍的球場 自主訓練比較多 那因為像Bboss早早就已經嗆名了 2月1號就有紅白戰 對 表現不好的表現沒到位的 可能就把你放到二軍 就黑掉了這種 所以其實每個選手聽了之後 我覺得那個步調也都會 真的要調很快一點 就是2月1號的時候 基本上都一定要調到能夠 實戰的狀況 那所以你說這些投手們 在二軍自武訓練 其實牛棚練頭這一塊 其實早就都開始了 如果你看 我們錄音都已經1月25了 差6天了 其實沒幾天了 你那個狀況 就是那個程度還沒有調到能夠進牛棚的話 你2月1號真的很難實戰 所以像栽藤有貴在 譬如在牛棚 譬如說有40球 已經多到40球 甚至以上的投球數量的程度了 主要當然還是以直球為主體 因為畢竟他的賣點也是直球 那就有一次在牛棚的時候 因為那邊其實都有牛棚捕手 在那邊幫忙這些選手們訓練 不會那麼狠心 就是你自主訓練 球團這邊都沒有出什麼 出什麼幫忙不會 牛棚捕手也都跟著上班了 然後就在一次的牛棚練頭中 他把人家牛棚捕手的手套 打壞掉了 就是接球的那塊球檔下面的那個線 手套線被他打壞了 斷掉了 那個牛棚捕手又說 他當牛棚捕手這幾年以來 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遇到要接投手的球 接到壞掉 接到把那個球檔那邊的那個線都斷了 可想那個鋼樹球 在陳尤貴摘的鋼樹球有多麼萌 我那個動不動就接近一百五十幾 這是動畫嗎 有那種感覺 那個球還會轉 還冒煙吧 不是 燒起來了 燙起來了 但因為日本那邊其實天氣也都還 氣溫都還算低 因為冷就像前面提了 甚至到這幾天都冷到全國都在下雪了 這些東西調整上 畢竟還是有一點點難度 所以你比較不好調整 因為你畢竟天氣冷或什麼的 你要把你的身體熱開來 然後再來練頭 又要想辦法提防自己不能受傷 因為現在這個節骨眼受傷 真的就腫了 對 真的腫很大 你就不用想二月一號你是哪一組了 就直接去下面了 附建組 附建組 之類的 反正就已經被放在二軍了 那個可能比二軍還更黑 放在國頭村 但是還不能跟著訓練 你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人家都已經在起跑了 你可能還被迫只能在原地等 等自己身體OK了才能出發這樣 所以但因為對於三條會來講 又是一個新的球隊 對他來講又多一個 多一個層面的那個挑戰的意味在 對 因為他還要 但是去年的秋孫來 球季結束之後交易來了 對 畢竟他還沒有在這個球隊真正 出賽過 真正運作起來的時候他還沒參加過 基本上可以這樣講 我要怎麼快一點融入這個新天地 這也是一個課題 其他的話 像比如有一些隊友 現在他給他取名 他的綽號叫做 小小 大概是類似用那個 因為球投很快的時候 會有那種感覺 然後也有人說 日本火腿的那個 比較著名的商品 小衛仙 小衛仙就是像 小衛仙 小衛仙 發音像小衛仙 對像我們小衛仙 可是他不是賣那個 餅乾 他那就是 那叫什麼 短的那種 像類似德國香腸那種 他不是做很長 他大概都做這麼短短的 大概5公分吧 然後一包 在超級市場賣 日本火腿的 對日本火腿出的 Winner 對類似Winner那種東西 對 早餐會吃的那個 小香腸 德國香腸樂狗那種 那種概念的東西 他去年還改包裝 去年那個小衛仙 日本火腿的那個 他有廣告在 在那個小耳朵那邊播 反正橘跟橘中間有時候就會播 他那個概念還蠻好笑的 他改包裝是什麼 因為他本來是類似 我們台灣有的地方賣吐司有沒有 吐司不是裝進塑膠袋 上面不是豎起來 用一個那個像束帶這樣轉轉轉把它束起來 所以有一點點 你要怎麼講 上面有一個頭的 也不是頭 有一段期間 有一段部分是被束起來 所以我也有點 好像一朵花那種感覺 下面是裝吐司這樣 他原本那個小衛仙的包裝的包法也是這樣 因為他改包裝之後他改成一樣是一袋 但是全部密封 密封喔 對就很像那個 真空密封嗎 應該沒有到真空 裡面有空氣的 我記得是碰碰的 碰碰的 然後只是沒有那個束起來之後 上面有一個 類似一朵花一個頭的那種概念 所以他那個廣告的呈現方法就是 大家知道那個 相撲 相撲選手要退休的時候 有一個儀式是什麼 好想知道嗎 那是什麼 因為相撲選手 不是頭髮都會綁 全部往後之後綁成一個 就好像後面有一個小小的一段 頭髮綁起來那種感覺有沒有 類似珠珠珠 類似珠珠 女生應該比較懂 靠我不會形容 就是你短頭髮可是硬要綁馬尾那種感覺 對有點像 好想現在頭髮 現在頭髮比較長 類似那樣 可是他們不是會再翻上來 對 把那個剪掉 落髮剪掉就表示你要退休了 對 他那個小衛星去年的廣告的概念 就類似用這個相撲選手要退休了 因為他把他那個包裝上面那個剪掉 從此以後我們就只有下面那一包 沒有上面那個感覺 豎起來的感覺沒有了 還有那個概念 我覺得蠻好玩的 有點類似 類似那個相撲選手要把他頭髮剪掉 那是退休的意思不就意思說 小衛星要退休的意思嗎 沒有他只是改包裝而已 他只是改包裝沒有要退休 沒有沒有這張產品 還是有產品 只是包裝改一下 然後概念用那個 相撲選手退休剪刀法的概念 對啊那為什麼相撲選手退休啊 這很像是產品退休的感覺 可是他不是要退休 他只要換一個新的包裝 因為他好像用這個 前包裝退休 前包裝退休 他那個包裝也好多年了 應該都沒有變吧 都沒變 好多好多年都沒有變了 現在去年要改變 也是類似這個用退休的概念 好再來下一個新聞 來清宮姓太郎的新聞來關心一下 清宮姓太郎當然像前面提的 他這一次還是去跟著劉田又起去自主訓練 這一次他們是在廣島這邊 廣島縣這邊 應該比較像劉田的老家那裡吧 原本他們是清宮本來是在九州這邊 福岡這邊自主訓練 但是要跟著大家一起移動 移動到廣島那邊去 那當然一開始清宮過去 應該講過去他沒有駕照的時候 其實就只能靠別人在吧 或是做交通工具去吧 之類的 可是清宮在我看多久以前 1月4號的時候 這個月而已 沒有很久 1月4號的時候拿到了日本的駕照 可是他還沒有買車子 拿到駕照的心情應該很開心 應該蠻多人都是了吧 結果你很想要趕快去實戰一下 他也想要去開了 可是他還沒有買車子怎麼辦 他就去租車 據說租了一台冰式的車子 很貴囉 冰式的車子這樣 從福岡這邊要開 然後他一個人決定要這樣開去廣島縣 可是可能覺得一個人開可能 比較怕有一點點孤單吧 或是怕威脅 畢竟他這個月才真的是新手 所以他找了一個人 找了一個選手跟在一起 你來坐我的車 我們一起從福岡開去廣島 找誰啊 安田上線 童年的 可是安田上線比較早之前 就已經拿到駕照了 就更早幾年前他就拿到駕照 有開車的經驗了 應該是有一個有開車過 我在旁邊看會比較好 也對應該有這個 怕出事 對有一個有開車經驗的人 一起同行這樣 可是開啊開啊開啊開 畢竟安田是像坐在副駕駛座 對不對 跟他自己開車一定 感覺一定不一樣 然後尤其輕功又是 第一次開 第一次開新手 新手上路 安田應該嚇死了 對安田自己說 超恐怖了 坐在旁邊感覺 超恐怖的 坐大車超恐怖的 比如說 要停車的時候 比如說 因為他沒有寫是倒車路庫 還是路邊停車 因為日本應該比較多都是倒車路庫 對日本比較少要路邊停車 比如說倒車路庫的時候 那個位置明明就那麼大 輕功倒下去的時候 我居然就是倒不準 停不準 停外掉這樣 那還有譬如說 可是認真講倒車路庫不容易 倒車路庫不容易 剛開始有沒有 有些人就是 我不知道那是空間感的問題 還是人的習慣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倒車就是 他開很多車都沒有問題 可是倒車路庫就是不好到 對嗎 我不曉得可能看人 可是駕訓班不是都會驕傲 對啊 可是駕訓班的 你駕訓班就是一個位置給你單邊停 可是外面的位置各式各樣的 外面停車場也是各式各樣的 倒車路庫應該比較相像 路邊停車才會比較各式各樣 我是這樣覺得 路邊停車因為你會 我記得 其實我不是開車人 所以說怎麼講 我記得 因為有兩種停 一種停車場就是單純停路 就是他就是一個停車格 尤其是要停到機器裡面的 他會轉的 我覺得這好像看起來不一樣 我不曉得大家怎麼講 機械停車格我是覺得比較難 有時候比較不好 因為他那個空間通常都很窄 幾乎剛剛好 對 可是停車格一般路邊停車 不是路邊就是 停車場的停車格 停車場的停車格 那個一般都會抓大一點 你會比較好進去 可是偶爾你就遇到那個停車 你隔壁那個不在停什麼小叮噹的 他就停超靠近的 比如你剛好去Costco Costco可能還好 Costco位置我覺得還算大的 有的百貨公司 那叫什麼 綜合環球 我以前就開車去 因為他停那個畫比較近對不對 畫我是覺得還好 他有沒有畫比較小 可是就是你剛好 你剛好看到一個空位 可是左邊跟右邊那個車都很靠近你 變成你要看到那個空位 你要停進去那個位置其實沒有很大 剛剛好塞進去的感覺 那就很機車 你知道嗎 你很怕停進去之後 其實你到時候要開門出來 你門也沒辦法全開不了 可能一半都開不了 你只能開一點點 然後想要把這樣轉出來 然後就心情就不會鬆 明明你旁邊還有空間嗎 為什麼要停這麼近 為什麼不能替別人早想一下 對你們都只替自己早想 想要下車好下 但是你有可能剛好中間那一格 如果有新的車停進去的話 他就不好下 對啊 有的都不會站在人家的立場想 把他停進去之後他好出來 這樣就好了 越扯越遠 車來清宮這邊 清宮這邊 還有說 譬如說他進停車場 大家這應該也有經驗 這個我以前一開始 剛開車的時候我也遇過 稍微不一樣 他清宮遇到的是 要進去停車場前 他經過那個 抽那個票卡那裡 他應該差一點撞到那個 撞到那個機器 我覺得這比較恐怖 這撞下去就有得賠了 這撞到不是不只賠 會先上新聞 會先上新聞 然後清宮跟安田兩個人 2017年的第一次 2023年第一次這樣 我是有進停車場 比如說距離沒抓準有沒有 然後你車窗搖下來要抽票的時候 抽不到 手太短 我是有這種過 撞到是還好的 因為本來就會比較小心 總之安田坐在副駕駛的時候 其實都抱著一個很不安的心情 很不安的過程這樣 然後還有因為日本那邊 他們會比較注重的是 如果你是剛拿到駕照的人 對不對 駕駛人 他會有一個 可能叫什麼 像新手上路的一個標誌 有一個貼紙給你貼對不對 貼紙 貼紙 我記得那個應該是磁鐵做的吧 用吸的 吸在上面 吸在你的 吸在你的車後面 你後面 在你後面的車看到 你有吸那個mark的 就知道這個是新手 新手上路請多包含這樣 台灣就會貼那個 但是因為那個 新宮的這個 他準備了這個mark有沒有 他那個吸磁力那邊有一點點 不是 不是 就有一點不吸了啦 磁力比較消失的那種感覺 掉了 有點要掉要掉的那種感覺 就是吸不太住 所以秦宮還特別去找了膠帶 把他用貼的貼在自己車上 很怕 很怕出事先弄好 對 他們還是會遵守這個 就是貼還是要貼 可是哇 我這個又不太黏怎麼辦 很怕開一開就掉了 所以他會特別去找膠帶把那個mark 那個標誌貼老一點貼在自己車上 後來安天也覺得 這也是很 讓人家很不安的 很不安的一個點就對了 就是開車不安也就算了 那個新手上路那個標誌 感覺好像要掉要掉的 要掉要掉不穩的 還拿膠帶來補這樣 他應該想說換我開好不好 也我覺得心裡面的 乾脆我來開 可是不可能 我覺得秦宮一定這個 那個信頭正高興的時候 他正想要開的時候 而且還他去租那個賓室 因為賓室進口車 對 他是跟我們台灣一樣佐駕的 嗯 也夾厚大 清宮也是夾厚大 膽子很大 所以在日本的賓室車是 如果是進口車啦 進口車就是跟台灣一樣都是佐駕 可是日本一般日本的國產車都右駕 對啊 清宮租了這一台佐駕的 海洋桿欸 有有我有看到這台海洋 我有看到 方向盤在左邊啊 安田的另外一個不安就是這個啊 安田會這麼挫啦 從頭到尾不安 從福岡不安到廣島 躲到廣島 對啊一來就是 像前面講的那個 他是新手 然後倒車什麼什麼不順 要差點撞到那個 抽票機 抽票機 然後又有佐駕 所以你逛安田 他原本坐的位置 照理講應該是會有一個方向板 他應該很想要抓前面但沒有東西 但是沒有東西對 因為方向板在左邊在清宮那裡 他應該也會很不安 因為我那時候去開 我真的有開逆向過 不習慣 不習慣 可是一開沒那麼久就發現了 趕快回去 在山路還好 不是四距離 四距離我覺得應該比較難 因為你跟著人家車走就好 很難路逆向 應該比較不會逆向 因為跟著走 基本上都不會錯 可是山路前後都沒車 有時候不自覺放太輕鬆了 我那次真的逆向了一下下 後來發現這不對 趕快再回到原來那一道 大家去日本開車自駕的時候還是要小心 我可能那次真的放太輕鬆了 因為真的都沒有別車 所以租車是可以租到 如果大家有預算嗎 是可以我家的 可是你在馬路上走的那個 還是跟台灣顛倒 對 所以還是要小心 其實我是覺得跟左駕右駕沒有關係 逆向順向 他的道路台灣是不一樣的 還有道路習慣是不一樣的 對啊 總之日本媒體也有統計的 他們這一趟福岡到廣島的這個 西日本自助旅行之旅 大約600公里 好遠喔 我覺得輕功真的也蠻猛 那傲大你知道 我以前就算剛拿到駕照 新手上路 然後用左駕 然後開長途的 這很猛 對啊 我以前剛拿到駕照 拿到駕照的時候 先上高速公路 完全不會想要開那麼遠 就是頂多有 我拿到駕照 我有上高速公路 可是就是家裡附近的這些 先練習一下 然後隔了多久才開始 真的出去這樣而已 就一開始其實會 抱這個 我先練習看看好了 這樣感覺 對 情況好像沒來沒來插這個 直接挑戰600公里 從福岡開到廣島去 我覺得我當初聽到這一段的話 600公里 可能安田不會想要坐阿車 可能我覺得也不好意思拒絕吧 因為他們就是一定是要同行去 找柳田 去廣島那邊繼續跟柳田自主訓練 對啊 我覺得也不好拒絕吧 我覺得有一點 畢竟有童年了 對 那另外還有跟輕功有關的是 現在的話他1月24號的時候 已經到了沖繩縣名戶了 比他原本25號要去 還提早的一天到 他受訪的時候他說 因為看氣象報告 感覺好像要下雪 所以還是保險起見 我提早一天來好了 因為有時候可能下雪之後 機場就關閉了 飛機沒得飛 他可能也會怕 所以他乾脆 我再提早一天去好了 提早一天到沖繩這樣 對啊 好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新聞 上川田大物 上川田大物居然他也要拒絕甜食 不吃甜食 要降低體脂肪流行 因為上川田大物 照一講應該感覺應該比較不用吧 看起來身材保持很好 還蠻正常的感覺吧 對啊 那報導裡面是寫 他為了要把他自己的體脂肪 未來目標 大概在百分之12左右 他想要抓的百分比 體脂肪率百分之12就好了 所以他在這段期間決定了 他要改變他的生活習慣 但最重要的就是不吃甜食 比如說 斯納古就是餅乾類的 糖果餅乾類的 還有果汁類的 全部都借了 因為他說這個 從他社會人時期 在NTT東日本的時候 他就很愛吃這些東西了 超愛吃的 可是我覺得他也沒有吃到胖 沒有 可是他決定這些東西我都要忍耐 都不吃了 所以記者問他 那你既然現在開始做了之後 那你現在體脂肪率多少 他說 這是因為是一個自己跟自己的勝負 自己跟自己的挑戰 所以我還不能講 還不能講 感覺好像還沒有很明顯的成果 我覺得 所以先不講 或是說他的 離他的自己設定目標有段距離 應該還有一段距離 而且換來我想 因為他跟我認真講 他跟余佐建那些不一樣 對啊他這個 余佐建那些說什麼 就是比較胖 如果他們余佐建那一類的 如果開始執行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看得出來 那個下來很快 效果變瘦了 他們就是真的從大字變小 那因為上段年本來就 本來就是有在練的 所以他等於是把最後那一段 他要這樣一趴 跟那些人這樣一趴就差 應該是不一樣 那個要努力的完全不一樣 而且可能成功的速度 可能會不一樣 因為本來看起來就正常 正常 另外還有一個挑戰是 因為去年的時候 第一個小孩 女兒誕生了 他這陣子修賽季的時候 終於學會了替女兒換尿布這件事 從頭開始學 終於學會換尿布 越來越順手 越來越上手 這個幫小朋友 幫自己的小孩換過尿布的人 就知道了 這有時候真的不好換 乖的時候好換 就是他乖乖來那邊讓你 換的時候 換的時候 我那個很扭 我腰很扭很扭去 還可以抬起 這樣屁股轉了轉去 怎麼把它固定好像都很難 可是如果你換小便的還簡單 如果有大號的就更複雜 因為狗到處都死 很麻煩 有當過爸爸媽媽的經驗 看這個敘述就知道 換尿布 要換到上手真的是 不容易的一件事 要學了 要從一開始再學這樣 從頭學 好再下一個來關心一下 上緣健太好了 前一兩年喊出要二刀流 對不對 但是大概一兩年過去了 好像也還沒有一個固定的方向出來 就到底是一直持續二刀流 還是還是當頭 感覺起來就繼續大部分都投手吧 對啊 這就交流戰的時候可能有出來打 平常球技賽有DH制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看到出來代打過 好像也沒有 那這一陣子他也一樣提早都到了這個 沖繩名護這邊自主訓練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今年在春訓開始前 他集中訓練通通在投球上面 所以這個意思是二刀流 應該我覺得算放棄了 因為從這個練習的菜單看起來 你修賽季裡面完完全全都是針對 投手這部分而已 你打擊這邊其實都沒有再去碰的話 我是覺得你要一直持續 那本來就不容易了 本來就很難的事情了 更何況你還修賽季的時候都沒有碰 你到時候二月一號開始了 你的心根本不可能再放在這上面了 因為二月一號開始之後 其實很明顯就是放在你要爭取出場機會了 而不是我想要繼續挑戰二刀流 來尋求出場機會 所以已經完全是兩碼似了 對 所以以上元健太的情況來講 專心集中在投手 應該才是 對 才有可能比較有助於他爭取到出場機會的那個位置 因為的確去年在一軍上場也都 對啊都從沒有什麼印象有打擊 很少很少 有也是一咪咪而已吧 對啊所以你怎麼分析怎麼看 那應該就是如果你要跟這些隊友們輸贏 你應該就是用投手這個身份了 對啊 沒有時間再讓你什麼二刀流啊 什麼什麼尋求多一點 沒有啦 沒有在尋求多一點的 沒有機會了啦 對啊 那另外還有就提到這個 日本這邊號稱十年一次的這個寒流來襲 來那個日本獵島 上元健太他本身自己是沖繩人 所以他自己覺得啞拜 好冷 好冷 好因為在2016年的時候 沖繩那邊曾經下雪 大概是沖繩的歷史上第二次下雪 第一次我忘了 第一次應該也好久好久以前了 再上一次是2016年 所以2023年這一次的寒流 會不會又下雪 那好像到我們開錄的時候 就像節目一開始提的 好像沖繩那邊還沒有看到什麼下雪的情況 可是我看那個氣象報告 然後沖繩大概也是差不多9度左右 沖繩也是9度其實也很冷了 雖然台灣應該更冷 台灣還不到9度 可是沖繩的9度 對他們來講一定也是 已經是很罕見的 很受不了的 所以他心裡面當然也有一點期待 會不會又再一次看到沖繩下雪 可是你要問他的感受的話 就是啞拜 不習慣 好再來下一個打擊教練 巴木浴教練的一些相關的新聞 他定了一個球隊的目標 因為他去前一陣子去上了田尾安智 樂天的首任監督 他的YouTube頻道的節目 他在節目裡面就 在裡面算畫瞎了吧 他說今年要想辦法帶領日本火隊 比如說 團隊打擊率目標2x5 團隊全壘打數150隻全壘打 這不容易 還有團隊的得分560分 他的想法裡面是這樣 那當然上節目就會聊一下 因為他這些都是 560分那個是怎樣 除以143 560除以143 4分 差不多 差不多吧 560 140乘140就560 差不多4分左右 實際上這個概念去分析 可以吧 算吧 平均一場差不多得4分 這是至少 應該講 查一下日本火腿今年 團隊得分得了幾分 2022年 日本火腿的 團隊得分463 6隊最低 C5464 倒數第二 最多是多少 最多 最多 軟營的555 含到560 所以就是比去年的軟營還要高 高標 560高標 順便來檢測一下 其他的數字 團隊150支全員長這應該高標吧 高標 這不用看 想都不用想高標 因為去年C5最多團隊118而已 這超高標 打擊率 打擊率2成5好像還好 因為軟營去年團隊打擊率最高2成55 再來就是歐力士2成46 所以團隊打擊率2成5好像 相對來講比較實際一點 就是全部都設高標 高標一個是第二高這樣子 因為團隊打擊率2成5 是比較容易達標的一個數字 日本火腿去年的團隊打擊率是2成34 你說團隊全員打要150支真的高標 因為C5最多也才118 對啊 團隊得分560 軟營去年最多也才555 555再來是熱天的533 所以你要達到560 高標 跟全雷打一樣是有難度比較高 那團隊打擊率2成5 感覺比較稍微實際一點 比較有可能達得到 150支全雷打的話 150支很多 對啊 你就是你對上一定要有30發的 差不多要有兩個 差不多要有兩個 然後20發的也要有一兩個 對 所以感覺150應該 10發的要很多 10發以上要很多 嘿就是你至少要挑到10發的 可能要六七個要 對 所以應該是不可能的 150我覺得不可能 150不可能 560不敢說不可能 對 因為得點畢竟有很多方法 對 那你全雷打一支就是一支 對 當然新球場 新球場全雷打牆變矮了 反正新球場就是已經變矮了 變近 距離 也稍微近一點點 因為變成不對稱了 幼兒也那邊稍微近一點點 全雷打牆我記得大概從 5公尺多到2點幾吧 大概有少了一半 應該是可以比去年加一點 去年日本火腿全隊全雷打100 我只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左打全雷打變多 人家的全雷打也變多 是啊 有可能 就整個球場的產量應該是比 整個球場的產量變多 不是火腿會變多而已 搞不好真的有可能 可是 譬如對打擊教練來講 那先不管會被打幾隻吧 先管 先管我們自己能增加幾隻比較重要 被打幾隻那是劍三的事 不用我煩惱 他只要煩惱 我要想辦法 想辦法從去年的100 他大概就是 去年要加到150 我沒有控管其他人 我要想辦法 先打擊先拉起來 把這一群人加50隻進去就對 加50隻 可是真正這樣講 搞不好真的 今年太平洋聯盟的 每隻球隊的全雷打數 真的會因為 全雷打的數字喔 真的會因為星球場 會多一些吧 可是 基本上我覺得多個10隻 10幾隻差不多了吧 就算蠻多了吧 對啊 因為你客場 就是一半嘛 對啊 兩隊對戰組合的一半 也是十幾場 對吧 我印象你是這樣嗎 所以一招巴默的目標 他們自己要先多50隻 50場 愛定命畢竟主場嘛 他今年又全部都排 新球場 對啊 都沒有別的地方 50 感覺起來是比較難 可是 這樣算一算好像 也不是完全沒機會喔 輕功 輕功要管的一定 到底是要包30吧 對啊 他沒30不行啊 輕功包個30隻 還剩120 還有120 好像還蠻多 萬波20 萬波包20 還有100 野村20 野村應該不會 他那個 像之前講他擊球形態 還沒有想到那樣了 阿魯康塔拉看會不會多一點 還有那個 馬丁尼茨嗎 對 那兩個大概也都要管個15隻左右 好難喔 他加一加一隻 又覺得很難了 好來回來這個 他在這個影片裡面提的啦 因為提文安置不免還是會去問說 哇真的沒有想到 你居然會接受日本火腿的邀請 來當教練 畢竟你以前 從選手時期到教練時期 通通都是在版神的 那他巴默玉自己是說 他說當然 他跟新莊監督自己的交情是一個原因 比如說他還在選手時期的時候 他在那個休息室裡面的Loka 他跟新莊剛好就是在隔壁的 那去年這一年他看著新莊帶領日本火腿 他也覺得新莊是認真的 除了他那些fashion 那個時髦流行的那些東西是認真的之外 他也覺得他對野球對棒球這件事情 對帶領球隊這件事情 也是很認真的 不是說只有對自己很帥這個東西認真 帶球隊隨便亂帶這樣 沒有他覺得也是認真的 所以他決定今年願意來幫助他 幫助他好好的來帶這支球隊 其他的話 他說你因為當打擊教練 不免還是要有一些戰術面的東西 那巴默玉自己現在的想法是 他會仔細的要求作戰戰術這一面的東西 比如說他要要求每一位野手端打 然後巴斯塔 巴斯塔就是假點真打 還有打帶跑 還有推打 右打者打右外野 左打者打左外野 這些打擊上面的技巧 甚至配合戰術的這些東西 他會要求大家都要做到 希望大家都要能做到這個 所以逛得點560分得點 應該就是很多地方要從這個上面去著手 當然有的東西我覺得應該沒有辦法 像去年新裝鋼製那麼雄 蠻壘給你打帶跑 應該比較不會再見到這種情況出來才對 應該會稍微在比較趨向於一般球隊會做的那種戰術 重點比較像是要放在執行面成功率要提高 總之就是2月1號開始 因為一開始就要實戰了 如果到後來開始跟外面球隊要友誼賽也好 熱身賽也好的時候 我覺得就會慢慢看出 到底在整個攻擊面上跟去年有沒有什麼 比較明顯的不同 我覺得就會慢慢的呈現出來 好再來最後一個話題來聊一下 距離春訓不到一個禮拜了吧 差不多剩一個禮拜左右就要開始了 1月20號的時候 日本會員也公布了2023年春訓的一二軍的名單 譬如在新人這邊的話 我記得是5個新人通通名列一軍 我記得好像 我記得我有做 石澤 對石澤鴻泰 金村上針 加藤好將 奈良間大吉 還有宮內春輝 這5個選手都 全部都是 對然後有報導裡面有寫我看到 他說是從2006年以來相隔17年 第一次 對再有一次是 新人在春訓裡面就有5個選手 都在一軍 名列一軍 2006等於是2005的選秀會 剛好楊仲壽那一年 但是我記得楊仲壽沒有 楊仲壽我記得他在二軍 因為那一年的2005年的選秀 還是有分那個高校一次 然後大學社會人一次 比較多 所以大學社會人這邊 我看到的 123456 有6個選手在大學社會人 譬如說希望權 逆子民的那個 八木自哉 然後川島慶山 武田勝 小山貴司高口龍行 新野8000歲 就今年來那個 那個廣播那一個 但是這6個裡面 八是哪5個 名列一軍 我有點忘了 我看到的名單 那一年在 前一年在大社 選了6個選手進來 有5個在2006年的時候 名列一軍 這也隔很久了 說實在 但也跟日本武術 基本上比較會指明 高中畢業生 我覺得也有關係 因為高中畢業你就要名列一軍 春訓名列一軍 機率上來講比較低 一般來講不會那麼快 其他的話 還有馬丁尼斯 馬丁尼斯因為要去打 代表古巴打WPC 所以還不確定2月1號 能不能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一軍名單 好 你要先念嗎 好我念頭 好 使者鴻太 加藤貴之 投手22個 22個 使者鴻太 加藤貴之 上則直至伊藤大海 吉田徽興 上原建太 京村上征 田中正義 河野榮森 錦口和棚 碰瀉 漢柳 亨成 林木見死 齋藤有貴齋 石川直野 長古川威大 北山玄姬 根本幽風 宮內春暉 北埔寺 齋藤剛祭 松剛光熙 嗯哼 捕首四個 復劍尹唯 古川玉大 余所見真虎 梅林有貴 內野首九個人 甲藤好將 上川田大霧 野村又西 阿魯康塔娜 清宮姓太郎 石井一城 反口月 西川林平 奈良間大吉 哦 外野六個 松本剛潜見大吉 江月大賀 五十番亮泰 金川優馬 萬波中正 俄軍的話 投手二十四個 申田木役 達蕭泰 玉井大翔 山蒲冷大 宮西上升 立野和明 庫瑞輝 西村天域 福田郡 Rodolikets 槓斗 江堅 江堅 然後 磁田龍鷹 安息夜翔 松浦靖斗 Menex 田中英斗 松本遼大 齊藤生智 福島連 川柳大成 然後他們都要有新人 中山金梁 山本荒大 最後還有玉成的四木連 然後姬野優野 屋首有三個人 清水優心 峻拓野 田宮玉良 內野首有五個人 中島佐野 五內亮泰 有緣直揮 水野達西 山田窑煞 山田窑 山田窑窑 窑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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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山田窑窑 有五個人是 牧村文記 阿布何廣 神田大清 山口 阿達 王寶龍 最後龍龍 浩翔要先來 講一講嗎 講一講 譬如說 我真的有點意外 有幾個人 沒有在 嗯 可能多少都有的 有的都開刀阿 對啦 對 不然就是 球團 已經先認定 他們應該調整沒那麼快的 嗯 嗯 摩托利格茲那種的 哈 江元的 那種的 羅德要先看他回來的 體態長怎樣 有沒有 有像去年那樣 整個匪一圈回來 我覺得應該是 大概是這樣啦 其實說 阿不 不能說意外 就是說有幾個我很希望是 在意軍的喔 但沒有啦 比如說 沒想到池田跟 田中正義被拆開了 沒有沒有在同一組 我是覺得阿好像有點可惜 嗯 然後 覺得 打孝太太二軍 我以為他今年就會上一軍試試看 我們球團應該想的不是這樣 球團想的跟他自己想的應該 也不是這樣 兩馬 球團應該真的很不急 對 他自己比較急 嗯 球團希望你不要那麼急 對對對 其他的 我比較有趣的是那個吧 內野手 好 有兩個 有兩個大叔 兩個大叔 嗯 中島卓越跟 古內亮泰 對 我記得中島卓越幾乎也都每年 是不是都幾乎先二軍 這幾年啦 這幾年不能講每年 以前還沒有 我以為古內會直接上一軍 我不知道 因為我的解讀是可能 就是你大概是什麼樣子 我也知道了 我們比較有把握度了 那先這樣就好 先這樣就好 我們現在比較急著要看到的是 那個 未來的那一塊 新時代的那一塊 嗯 等一下 這句話就說 等一下 那些不是新時代的人 講白點就不是啊 所以你以一個新時代來講 我們不是說古內亮泰不好 就是你不會把它擺成這是我們的未來嗎 我們的新時代裡面 你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嗎 我是覺得不會啦 對啊不會吧 你就是一個輔佐這個新時代的角色 嗯 對 然後可能輔佐個幾年 你就要功成身退了這樣 對 大概就是那種感覺啦 對不對 如果你新時代好 假設以後未來獻發二雷手都是古內亮泰 就說不覺得有點怪怪的嗎 好像不太妙 好像就是這個新時代好像就沒有那麼新的感覺 感覺啦 對啊 山田遙風啊 哦對啦 因為你看所有新轉來的這些選手裡面 只有他是二軍 其他比如說 齋藤剛記 松岡光熙 對 齋藤剛熙是交易嘛 松岡光熙是現役選秀嘛 對 然後還有誰 有貴齋 有貴齋 福建 然後江越大賀 通通一軍 只有他二軍 浩小爵為什麼 這件事又出什麼 出八卦的事 對 他給人家布倫 真的假的啊 可是那是那個誰 那家寫的叫什麼 文春炮寫的 可是我覺得文春大概就是 有品有趣才敢炮 應該啦 應該 因為他去布倫的對象是 以前曾經在軟營打過球的一個選手的太太 那個太太好像以前曾經是那個 偶像團體的議員 現在不是了 現在不是 可是他好像蠻年輕的 好像 我記得這事情有點大 被寫蠻大的 被寫蠻大的 然後本來也沒有什麼佛任什麼 應該就是 避風頭就對了 你先去國頭村避一避喔 所以有可能被掃到了 因為你惹了這個 這個東西出來 現在不只你太太出事 你也出事 對啊太太之前那個嘛 對 恐嚇原田太太 太太 現在老公自己也出一包 黑掉 黑掉我覺得 這個 這個在2月1號紅白戰打自己就黑掉 就黑掉了 對啊 這很難處理啊 這種 我是覺得黑掉不會說不能翻白 但是你要翻白得花點 你得花更多的力量 對啊 更多的心力 才要把它翻白 因為這個可能比紅白戰翻白 這個情況是不一樣 對 因為說不好聽一點 哎呦球界不倫的東西 過去也發生過很多很多很多啦 傳過啦 不然講傳過 傳過的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 第一個你不要再犯 或是你有辦法 不要再被抓到 好吧 我們講 不要再被爆出來 不要再被爆出來 然後你球場上 也有拿出成績的話 大家就會忘了 對大家就忘了 大家也就不會提那塊了 對啊 但是三田遙風現在比較困難的處境是 因為你之前才太太闖一包 對 然後形式上看起來好像表面是交易 對 實際上是 丟炸彈 有一點像流放邊疆 因為以前到那個 北亞道有那個刑務所 流放到最遠的那個監獄區 那種感覺 他以前那些二綱之龍那些也是這樣啊 就類似那種味道啊 你在原來球隊闖一包 然後就北交易來北亞道 他們在關東地區 就被流放到 首都圈 北亞道的刑務所去那邊 去那邊打球 那種感覺啊 你才剛來這裡 球技的還沒開始 然後你自己又闖一包 你自己又闖一包 而且認真講 上次他太太闖 多少都有一點非戰 就是不是全部是他的錯的感覺 多少還是會站在說 我們也不要就這樣把你的選手生涯就這樣斷了 對 而且因為看起來不像是他直接的事 是他太太的事 這次自己做了 結果自己也出一包 你就自己看著辦 就有一點 就是你要再靠誰救你好像真的比較難的 你只有自己救自己 靠自己手中的球棒 另外還有一個名字 清水游行這也是比較危險 所以你這樣分了一下 表示你 以往之前前幾年都在一軍名單的 這一次 雖然我們不知道有沒有在現役選秀名單裡面 可是從二軍出發又是40 然後你整個名單來看 日本火腿的選手結構也稍微有一點點特殊 因為頭手真的很多 對 頭手有46個人 野手這樣才20幾 內野14個 一軍的野手19 二軍的野手13 32個 有一點點少 應該比例的話可能還要 然後頭手少個幾個 然後野手再多個兩三個 就是外野內也都多一點 至少再多個一個 然後頭手少個兩個 可能都還在正常的比例範圍內 所以其實那個搖指部 日本搖指部搖眼指揮部 也都有在傳說 是不是還有可能 比如春訊開始之後 還有一些交易 對 可能有些頭手會交易出去 吉村號也 本部長也講了 他也沒有把話說 他就說也許還 應該還有吧 應該還有吧 對啊 那當然信水有信 也不是頭手 只是畢竟他可能也會是 一直都傳言是 就是那個包裹中的其中一個 一直都有在傳 一釋放入名單中 對啊 那一軍的呢 一軍喔 我覺得蠻有趣就是 梅林 梅林有怪喔 就是代表說 駿田宮梅林三個裡面 球團想要看到的未來圖案 目前梅林是比較接近一點的 他會放上去嗎 我覺得這有點 我比較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 如果你單今年來看 絕對是福建與左建 對 這兩個建 對 那你說未來梅林優貴 因為我覺得他也沒有到 就你跟剛剛那幾個名字比說 有比較明顯的領先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對這名字說 所以這三個裡面是他 就我這句話其實是比較像疑問 疑問 或是說 但或許 我覺得可以解釋成可能 比如說在手背的那一方 他可能在教練團的心裡面 監督的心裡面 他是明顯比 駿拓野田公魚兩來的 讓教練團放心或有期待的那一片 打擊我不敢講 打擊應該大家現在都半斤八兩 可能手背那一塊 稍微突出一點點 所以OK讓你再一軍 那因為你說 古川遇大這個名字 應該還是 又比梅林優貴在前面一點 比較明顯一點 在前面一點 但也不排除 後面就直接又再選人來 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依照新時代的亂法來講 直接再找新的 或是從別隊再找 這也不會太意外的 然後另外有新人 新人這幾個 比如說金春上針 這基本上也有很可能就是 極占力可以用的 投手了 加成好這樣也是 這絕對是一定要極占力的 這不極占力不行 還有點是極占力 公內春暉也是 因為就是奈良間 其實 因為主要是他是大學畢業 我覺得也是有機會 因為 我記得五四翻譯是很快第一年的上 奈良間我覺得他稍微 會比較困難一點點是 基本上二壘那些位置都已經 有人了 對尤其又有加藤豪漿在 加藤豪漿 石井一城 商船田大霧 但是奈良間的那個 他也有點那種 木東美卡的味道在 就有他在應該會 氣氛很好很熱鬧 因為另外一個三田遙峰就自己出包了 不然他其實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現在學團學聰明 那個木東美卡要準備兩個 要多準備幾個 以免一個出事 因為 元老級的退休了 三國退休了 新的木東美卡也是要 稍微找一下 就是你球隊氣氛有時候會比較 緩和一點 畢竟這個二月一號開始 我覺得一定是很緊張 大家一定都是壓力很大 而且我覺得 比如說他說二月一號 紅白戰開始 的每一次紅白戰 基本上 都可能隨時做調度 甚至練習 應該講半年 可能非公 非那個什麼 非正式的 非那種聯盟的熱身賽 非官方熱身賽 搞不好 都會有升降的問題 就是你表現不好就下去 不是啊 這個我覺得要二月一號 我覺得 真的會這麼硬嗎 我不知道 因為 第一個這個 當然 不是有剛好前陣子寫過一篇文章嗎 好 是那個慈程縣的 慈程的那個 阿斯托羅 就是慈程縣那個 肚立聯盟那個球隊 對對對 他們的劇院來台灣 拜訪一下 台灣的 反正他就來台灣 也拜訪球團跟那個嘛 CPBL聯盟 然後是他把那個育木 我們就要送到 董醫師 對 就是他那時候就有提到說 監督跟教練的工作不一樣 對監督就是你要確保這個比賽 可以好好的進行 然後最好有機會想罵贏球 教練是要協助選手成長 確保確認選手的狀況 對這沒有說 這在實戰來講是沒有錯 可是你要從春訓開始就這樣做的話 有點 就是那個線你開始拉緊了 可是這個線可以一路拉緊到9月底 崩得很緊 不會提早斷掉 或是提早上掉 就是受不了 批法掉了 我覺得因為畢竟他背著一個 他已經喊出來 今年目標就是優勝 不像去年一樣 今年2跟6意思是一樣的 他已經喊出來了 然後新時代的slogan也喊出來了 你勢必一定得繳出一點 東西 對 就是你要讓人家看到你進步了 光以如果單單就是這麼膚淺 用名次來看的話 你一定不能6了 至少也要拉到4 大家覺得至少我們已經很接近A段班了 真的嗎 我覺得他應該拉 他的話這樣講出來的話 感覺至少拉到3 拉到3以上 我覺得要靠洋將 你洋將不能再狀況一堆 一年都沒打 或是還要調整兩三個月才能來一軍的 那種不能洋將 基本上就是一整年都要到位 然後成績也不能太鳥 你整體的那個成績 才有可能拉得起來 所以你說實質上這些 實質上這些日本選手的進步程度 雖然不知道 因為變數很多 新球場是一個變數 然後球隊的氛圍我覺得可能也是一個 如果B-BOSS給他們的感覺 是跟去年完全不一樣的 或許有些選手就是自我要求的意識也提高了吧 當然很多東西是 因為畢竟過去這幾年 他們的實力表現出來的成績 大家都看來就是這樣而已 你要突然拉高起來 彈起來 要花的心力 絕對是要比過去多很多 而且不見得那麼容易 所以你說新的戰力反而是可能會比較有 有效或是比較有實質看得到 感覺得到的那一塊 加成好將對不對 史澤鴻太金村上針 然後MARTINIS 新的羊炮 就是你那個新的東西實質進來馬上有效果的 可能球隊提升起來的效果馬上就看得出來 你說用其他的選手 基本上比如說我們剛剛你能維持像去年一樣 其實就了不起了 就很好了 就很了不起了 接近去年就好 接近去年就很了不起了 那甚至其他的就是你真的只能等 萬波的進步到底有沒有 對不對 輕功的進步到底有沒有 野村又西說要稍微捨棄場打球 打擊綠球打點 能做到多少 畢竟他們三個人扛的也是未來的扛棒 他們三個人到底能進步多少 脫帶換骨多少 這還有潛艦打擊也是 對 因為競爭大學長走了 對不對 橫濱高校的扛棒 校友的扛棒要換他扛了嗎 對啊 他能夠做出多少 跟以前這些球技不一樣的成績出來 也是 這些東西如果都有發生 新時代那個意義才會大 對啊 不然就一點點新時代的感覺 感覺是一點點新 如果要很多新的話 你要有很多因素同時 微星時代 微 微星是那個微微的微 一點點的那個微 不是明智微星那個 總之這些新戰力也是 比如說田中正義也是 他到底有沒有辦法 在呵護下 好好的 好好的 對對對 這些都是2月1號開始 很值得大家一路關注的 這個新時代到底會有多新 會有多不一樣 還是 就一旦跟別隊實戰之後 哇 圓形就被打得出來 被打入圓形 那種感覺 所以到時候 遇到個軟銀就啪啪啪 就 問題都還是一樣 這樣 好像新時代還沒開始 雖然說要開始了 可是好像還沒開始 這就 到時候一實戰就見真章了 跟別隊實戰之後就會見真章了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集的日光配信 富年的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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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就下一次的節目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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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朋友 嗯 各位